贾亦凡冬奥会对古艾琳印象最深 最爱看短道肃滑 新春刚过 冬奥热情让我们这个冬天过得格外充满激情 3月即将到来 国雨中江也将迎来新的赛季 带着这个冬天储备的能量和激情重新出发 他们有什么样的期待 Q1冬奥会看的最让你激动的比赛是什么 为什么 Q2对哪一位冬奥项目的运动员记忆深刻 为什么 Q3春节放假的那几天 做了什么开心的事情 Q4最近练什么的时候 让你感觉到特别酸爽了 Q5新赛季马上就到 你有怎样的期待呢 开幕式闭幕式都好看 比赛看短道肃滑 我的天 可是太刺激了 毫无疑问古艾琳 真的是对这位小姐姐记忆深刻了 和姐妹们去泡汤了 舒坦 就在做这个采访的前两天 练习了我的强项引体向上 我的嘎吱窝已经抬不起手来了 新赛季我的期待 不受伤 不生病 疫情赶紧好起来 自然是短道肃滑 这项目可是太刺激了 有机会能去现场看比赛就好了 范可欣和武大静 我觉得他们为了梦想一直坚持 真的很厉害 春节我懒散了几天 吃得好 睡得好 肉眼可见的养肥了自己 就是时间过太快 每周的最后一天都让我感觉到特别酸爽 因为人已经达到了最疲惫 新的赛季 首先保证身体健康 再努力冲击冠军 疫情结束 短道肃滑 整个感受都非常兴奋 你追我感特别刺激 任紫薇 武大静 苏一鸣 胡爱玲 我都很有印象 最近打开手机基本都是冬奥会的消息 在冰上滑得那么快 似乎真是厉害 雪上他们踩着单板 双板 转那么多圈 难度那么大 还能站稳 可是太厉害了 春节期间 我参与了火炬传递 很开心 感觉很荣幸 三月就要启程去比赛了 最近每次练力量后的肌肉反应都特别酸爽 嗯 还有跳绳 期待自己有精彩的表现 也期待全新的自己 冬奥会最让我激动的是第一块金牌 短到肃华的混合团体接力赛 因为克制队伍的竞争很激烈 最后赢得非常惊险 就很刺激 五大镜和高洪博 因为高洪博在单板U驰完成比赛后 成绩并不突出 可是看到他在这么大型的比赛中能够从自己出发 也比之前的自己有进步 我觉得人就是要不怕输 才有机会赢 春节和我的好姐妹一起在附近散散心 抱着慢一点 轻松一点的心态 以往都像感激似的 着急忙慌的 这次放假就把时间节奏放得很自在 恢复的时候比较累 但大概是二月中 我打了一场一个多小时的女霜 打完以后全身反应 可真是把我给累着了 这段时间的训练并不算系统 对自己的状态不算很放心 会有点焦虑 所以新赛季要能放好心态 摆好位置 去全力以赴 不管打得怎样 尽量发挥自己是要做到的事情 冬奥会的短到肃滑 看的时候都不敢喘大气 感觉新人有新人的可圈可点 老将有老将的坚韧不拔 冬奥会很振奋人心 春节去看了熊猫 泡了温泉 所以就放一张我和国宝的照片吧 可能是要去比赛了 现在训练练什么的都感觉酸爽啊 恢复期的时候 真是不堪回首 新赛季 期待就是比赛能打好 我会用这些猫 太封可